冬孕会结束一个星期了 我国建议们的贡献全民分享 他们拿金我们放假 那我们放假 但是运动员的生活是不可能停止训练的 那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国家羽球队训练的场地 就遇见了唯一夺下羽球金牌的选手 她终结了女单羽球14年的金牌方 这个女孩今年只有17岁 她的名字叫做吴锦薇 紧张也没有用嘛 就顺其自然就把每一分专注地打好 然后平时练地把它打出来就好了 冬孕会羽球女单决赛场上 吴锦薇打败了师姐谢舒牙夺下肩排 这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为了这一刻 她做的准备可一点都不少 在那场球之前我也准备了 就是很困难多拍的准备 就平时她的习惯球路 打起来我真是发觉她真的非常非常紧张 可能前面我们也过了不少关 然后我就轻心可以这样决赛 所以她真的是很想要 不管是谁都很想要拿下吧 然后我就说就放开来打就好 反开来打结果赢了师姐 她谦虚地说这只是开始 只不过这场比赛看在一些有心人的眼中 却是师姐让师妹的赛事 真的是这样吗 场上每一个都是敌人 场上尊重人家也是 对对手一个不尊重的行为 就比较幸运一点 就这样就是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的东西 我也是觉得蛮幸运一下 而差一点就参加不上 是的差一点参加不上 因为姐妹她受了伤 还好最终还是赶上了 而接下来她将会参与羽球式竞赛 和新加坡系列赛 但是万一万一下一次没这么幸运 输了她怎么面对 这个只有17岁的女孩 年纪随下 但是面对输赢却心态很好 我觉得输就没有什么大不了 就是你要至少你把东西打出来 然后你知道你输在哪里 然后回来再改进就好了 赢输没有这么重要 就是打好就好 打好就好 尽力就好 这是运动员身上坚持不放弃的奋斗精神 虽然此次冬运会 也许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小赛事 但吴景威的崛起 让我们看到大马羽球队的希望 祝福大马国语 祝福吴景威 大马羽球队的帮助